鄉親 大家平安 今天是新歷的 在美月設施 今年九月十九 禮拜三 今天全世界第一重要的事情 就是美國在選總統 就怕這個阿強的改訪軍 會賺機會來出卡手 說參謀總長 王蘇公 進入到行山支揮所來桌上 國防部長嚴德華也說 總統有提示 說要提高警覺 目前相關的精筆 都已經完成 在美國大選這天 美國要把四隻MQ-9的無人機 賣給台灣 這是川普政府的現在第十次 兩禮拜來第三次 把武器賣給台灣 還讓外交部和總統府 正後表示感謝 說這對提升台灣的 主要奉猶的能力 真有幫助 這次美國賣給台灣的MQ-9的無人機 總共是六億美金 差不多新台票171億 這原來是川普政府第十次 今年第五次 也是兩禮拜 只來第三次對待的軍修案 就在選擇 軍修案的同一天 美國原來當總統台選 就怕說阿強的改訪軍 會賺機會購買來 我們台灣參謀總長 總統也特別提醒我們 要提高警覺 要加強各方面的一些應酬的作為 參謀本部至於 何人會進入橫山指揮所 都按照應酬的程序來做 我們相關的準備都已經完成 一隻空軍的F-51戰鬥機 上禮拜失速堆壞 但是後來空軍要使用的用途 新興的高級教練機 目前一天的七倍時間 竟然只有七十分鐘 會協助漢翔公司 跟民航局來協調 多爭取一些他們適配的時間 一方面希望可以增加 擁有好的量産的速度 另外一方面 國安部共調 正在全民聽北F-55行政党機 第一次接著 三十四個天安特別檢查 在那十一月十三 就能全部完成